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进入棋谱 双方都是新小木 黑漆这次是高挂 拖 高挂的时候 阿尔法尔维奇十有八九都是拖这个 跳 之后呢挂脚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阿尔法尔维奇从来不 现在在这一代 立二拆三 这种局面它总是挂脚 并且挂脚完了 你如果飞的话 它也不拆回去 我们一般 人类骑手觉得挂到一下 我再拆回去 比单拆要好一些 满意了 但它也不拆 它对拆边似乎不太感兴趣 这盘骑的白漆 不是小费 而是二间高架 然后黑漆是 这个反架 那么酷爱 酷爱点三三的 阿尔法尾维奇 我们看到它有走这个 也有走这个 但是它 这个局面 它是不点三三的 现在如果点三三的话 我们简单对比一下 如果点三三 普通走成这样 那白漆在这一带 加攻黑漆 就是说黑漆在脚上 落了后手 白漆在这一带 加攻黑漆 阿尔法的下反呢 如果它双飞燕 白漆飞 点 爬 走到这个时候 黑漆是拖线 抢这个打 这一拆呢 确实黑漆就活了 这个点如果被白漆占了的话 黑漆是姑且 所以 所以现在点三三 确实呢 落后手 不太满意 而这盘呢 它也没有选择 以前出现过的 这个双飞燕 而是高甲 白漆靠出 扳长是 普通漆形 顶住 这时候 这时候有一种 定 有一种下法 也可以称为定式 是非这个 那么白漆 拐住 白漆拐住之后呢 白的就很厚 这个感觉上 白漆很厚实 黑漆将来 这几个子 不太舒服 如果被白漆 一进攻呢 它是姑且 在这拆呢 白的已经厚了 对白漆没有压力 本身也很小 所以黑漆是靠出来 这步漆确实比进脚 要积极主动的多 靠出 很紧凑 把你那扳 扳之后 这有一段 它是立在这里补 立在这儿呢 瞄着这个 要断黑漆 如果接在这儿补的话呢 黑漆等于先手出头 如果这样先手出头之后 再飞到这儿 那应该比被白漆拐住 效果要好一些 白的如果补这边 那黑漆在这一带出去 白漆这三个子 可以说也是姑且 就比这样被直接拐住呢 黑漆要强多 所以靠出 是很紧凑的下法 白漆立在这儿补 强调要断这个 我黑漆扳头 这地方如果被白漆挺的话 白漆也很舒服 扳头 挤一下适应手 白的如果硬在外边呢 黑漆立这个先手 将来点过来 作严 会有一些好处 白漆实战是 虎在这里 一般对付这个挤呢 也就是沾上 或者沾在这儿 或者虎在这儿 虎在这儿是 很罕见的 因为现实来讲 将来 将来黑的一粒 白漆的木树就亏损 如果沾在这儿的话 白漆挡住就没有问题 虎在这儿的话 还会被扳沾一下 一般来说 没什么虎在这儿的道理 白漆虎在这儿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也许它已经把黑漆这四个字 算成死的 如果是死的话 虎在这里 对那边比沾 也许会好一点 挤一下 再压 压 之后呢 飞 这个飞毕竟 绝对是要点 这里如果被白漆一挡 白的就活了 这挡还是先手 你还得补 所以 飞进来是 必真点 那么白漆 跳 跳 跳在这儿 黑的如果 陶呢 白漆就顺势 顺势 这个单拐 还是 是单拐 还是扳完 再顺势冲出 这个 顺势一刀 劈出来 等会儿还要断黑漆 或者 或者就单拐 再这样出来 总之黑漆觉得这样比较被动 实战没这么下 它是 跳 下得非常冷静 跳一个 先把这边补不好 看你怎么走 你如果活这个 那我再出来 白漆实战一拐 好了 我们只能说这个虎是很有预见性的 虎在这儿 将来也许这边有黑子的时候 打个简单的比方 好吧 这样的话呢 虎在这里 你扳尖是后手 接在这儿被先手扳沾 既然预见到能把黑 就是说 下边的进程 一定是就把黑漆吃掉 如果是 如果是人下棋 就冲这个虎亏了两目棋的话 黑漆也很有逃出去的心情 实战 黑漆是跳这个 白漆拐 但是围漆千变万化 什么事都不好说的 现在看起来是吃掉 等会我们再看 它又不一样 黑的能一小间 把白漆这个封进去 形成一种转换 差不多一人吃一块 白的把上边吃住 黑漆把这个吃了 来的飞一下 挡住 再飞到一下呢 这边借用会多一些 好 然后 这个地方肯定没死干净 白漆总要在这想一些办法 那么 最直线的这个办法呢 是行不通的 比如说你搬利 靠先手 打吃是先手 但是这一系列 你先手全走完了 这块也活不了 这 这被夹死 活不了 黑的还可以先破上面的眼 比如说你的 你的先手 就让你 就算让你全都走到 我们把它摆得清楚一点 全都走到 也没什么用 走这个的话 黑漆先手 也挖打 再加 摆得还是死 最直线的 这个 俗手 俗手 大法 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们来看 白旗的手段 白的这一靠 靠在这里 我要断你这两字 我问你要不要 黑的当然也不肯轻易的放弃两字 但是如果你接的话 再靠 这肯定得搬 再顶 这个 如果我们简单看 打吃如果你接的话 这个一挤 这要断 这要断打 黑的就有被 有被卷进来的这种感觉 有被卷进来的感觉 当然现在打吃的话呢 黑漆有这个挖打 你提的话 我打过来 这个白漆没什么所得的 这样的话 滚包完了之后接上 但是呢 白的也可以 比方说现在断 现在断 这个黑漆 就被揪住了的感觉 被缠住了 上边有断打 下边要吃你两个 这很麻烦 所以黑漆不能随便占 当然也不肯轻易的缩回来 这一类的下方是不肯的 这留个段子损失已经很大了 白漆将来在这边还会有一些借用 这黑漆 搬在这儿是最强应对 那么白漆还是靠 依然还是靠 如果你断 白的顶 挖打 在街上 这黑漆不能往外走 往外打被白漆先手接 你不断的话 这被针了 只能断打这个 那么 摆得拐出去 这地方还有 沾上之后还有断之类的鱼味 先把梁子卷走 这 已经是很有收获 或者这地方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断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带跳什么都是先手 被衣 被衣立在这儿的话 黑的自己也没活 如果白的能断到一下 那这个事情就 这事就大了 因为打吃这个是先手 我们可以看到打吃这个是先手 这一打 黑的就漏了 不能接了 接被衣打 打吃之后直接打在这儿 还有这个担心 而白旗子这个先手 如果你不硬白的立下来的话 黑的没活 白旗气也是蛮长的 所以白的靠的时候 黑旗是不 确实不敢轻易的搬这个 黑的 这边不敢不敢轻易的强杀 那黑旗也靠 这有条缝 我也要钻 白的如果搬 那黑旗扭断 从上边打的话呢 黑的就这一打 打穿 黑的可以说就跑掉 先逃了再说 那么 如果你打吃这个 或者胡打 黑的从这钻出来 钻出来之后 黑旗逃掉 白旗这块还被卷进来 所以这一靠 白旗也没把黑旗吃干净 白旗扳一下 这个当然不能被断 吃掉 白旗一看上边也吃不干净 那么 我索性先逃出来再说 黑的也逃出来 转眼之间又变 刚才还一个转换的感觉 一人吃一块的感觉 转眼之间又大家都跑了 这围棋真是千变万化 挑出 扣齿 沾上 这个沾是必须的 黑的呢 点 点这个也是要点 这一点黑旗自己来掩胃 如果白的一跳的话 白旗就活了 这地方断吃呢 黑旗现在针子有力 白旗断完之后也针不掉黑旗 所以小尖 下一步要求吃两个子 黑的呢 利先手 火出 这个不能被白旗就这样吃进去 火出的话 白旗还是一块枯旗 吃进去白旗都活了 打掉防黑旗挖断 拐打 走了这步之后 吃两个子也不那么重要 如果你这样吃 被黑旗一打 反而自己有鱼形的感觉 关键是这块 这块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白旗是拐打 然后长 这个黑旗呢 要出来 否则不出来的话 这个断点很现实 冲出 飞呀 照住 让黑旗到下面去做火 白旗如果这时候还要强行破眼攻杀呢 黑的走出来 白旗自己也不是十分的安全 照住 让黑旗在窄的地方去做火 那么上边一带也有潜力 冲一个是为了先手一挤 否则这地方被白旗一搬就进去了 这一搬就出不了头了 冲完先手一挤呢 白旗封不住黑旗 然后虎 虎在这 白旗呢冲 点是其心的要点 这一点 先手把眼位和木树都拿到 然后跳 这个地方呢是这样 黑旗这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黑旗这块 白旗如果打吃的话呢 黑旗是没活的 即使你上面这样坐眼 白旗弯在这 这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近活的气息 但是呢 黑的就跟白旗打结 打结杀的话 白旗这块 这块 旗相当的弱 黑旗在这儿肯定能找 能找无穷无尽的结材 所以白的现在也没有马上去开这个旗 你如果开的话 黑旗 这边有无穷的结材 它可能 可能顺势 还可能顺势在这一带什么 利用一下之类的 把这个断点也补上 总之现在打结打不过 白旗先处理这块 这边白旗先动手的话 会更主动一些 双 这对方也是 白的如果爬呢 黑旗冲完冲再利 这个是先手 关子上 白的也 被利一下 也损失一些 而且将来断这个 黑旗还可以脱线 如果走这 黑旗如果能冲到一下的话 白旗这没眼 走哪也是很让人迷惑 白旗实战选择了双 黑旗能挖 打 断一下 这个断 等会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的作用 现在断 黑旗必须打 否则的话 这一粒 黑旗局部是没活 打 白旗这个旗行 如果长的话 就没有问题 但是 它明知这地方 黑旗有 有这个 冲出来 还是跳 这样 觉得这样比长 这就是更 对黑旗压力更大 可以这么说 那么黑旗开捷 如果黑的只能在下边走 那跳显然比长 确实要好不少 黑旗开 提 之后呢 刺一个 刺一个是结材 这不能被断 但这时候呢 就体现了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效果 如果不断 黑旗直接开了刺 白旗就只能粘上 就只能粘上 黑旗体解 而断这一下 白旗就不是印在接上的 而是打赤 打赤在这 黑的 如果接呢 白旗是挤在这里 挤在这 补这个断就给黑旗留下一个断点 这多一个断点的话 对黑旗压力还是蛮大的 这一接黑的就没活 所以刺的时候能走在这 为了提 白旗接上 黑旗先把白旗打断 因为黑的如果现在走这边 如果走这边的话呢 如果走这边 白旗大致挤这个 挤这个 提这个是先手 这样一挤的话 黑旗这边通不了 这整块旗都有麻烦 所以黑旗现在是先把白旗打断 同时呢 也自己连通 虽然没有完全连通 但是先手提一下 这留条后路 之后贴起来 因为白旗这块是顺利通连了 但是呢 黑旗还是把白旗这一半给断进来 但是呢 同时 黑旗自身也不是很安全 很干净 就是白的提过来的时候 黑旗这儿 没有两个眼 还是属于一种双方纠缠的状态 斑 然后连斑 斑完连斑很紧凑 白旗提这个是先手 所以黑旗 黑旗不能从这儿断 长 好 白旗扳几下之后 这块暂时 暂时没有生命 没有这个生命危险 白旗先虎一下 黑的 真吃 这个白旗现在顾不上吃这个脚 吃这个被黑的中间走一手 是全死 而白旗现在如果真吃这个的话呢 黑的拐过来 吃这个子 其实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大 白的让黑旗吃 虎一下 黑的吃掉 白旗顶一下 之后逃出 黑旗做火 顺便说一下 刚才这个虎非常大 你如果不虎 黑旗是常在这儿做火的 虎一个逼黑旗在那边做火 否则那块是打结煞 逼黑旗在那边做火的话 这等于还留下 黑旗还欠一手棋 好 白的现在逃走 黑旗把那块做火 现在白旗如果吃这个脚呢 如果吃这个脚的话呢 黑旗把右边这一带围住 这个 吃这个脚 实际上 价值并不 在现在来讲 并不算最大的 我们看白旗的手段 拖在这儿 把这块破掉 比吃这个脚更大 拖在这儿 黑旗如果 斑 白的扭断 这地方 这地方实际上 可以说让黑旗真吃 反而白旗 留下的味道更多 可以做文章的余地 它更大 那么 这个地方 黑旗被纠缠上 恐怕是 难以脱身的 白旗先手 先手借用太多 就比如说 我们简单的 把摆一个图 白的就 就这么打了 立下来 黑的恐怕也不好办 这地方是 不能随 比如说 白的就这么一打 这要断吃 这要停 可能不是那么精确 但是 可见白旗是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先手 甚至 我们可以看成 跑的时候 黑旗总要真的 那么 这借用就太多了 当然白旗不会随便跑 但跑的时候 你如果总要真吃的话 我觉得这一打一压 这一立 这要挡死 这要糊死 那么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一段吃 吃 再吃就把你给吃掉 所以 无数的先手利用 黑旗是恐怕 不敢在这里纠缠 不敢在这跟白旗 纠缠 所以呢 一手把这旗补干净 补干净 那显然白旗这个脚 可以活得相当舒服 这个战斗进行到 现在确实非常精彩激烈 双方各种手镜 一开始 看起来是一个 一人吃一块的转换 到后来 双方各自施展手镜 都逃了 逃了之后 又形成一个复杂的结针 结针过后 这个又是一种转换 现在呢 白旗在黑旗右下角动手 也是这个手段相当的精彩 好 那么接下来 这旗局会怎样发展呢 我们看实战的进程 拖这个 黑旗没法跟白旗纠缠 补干净 白旗搬 然后一飞 这我们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 这个角 这么一点 这边 这么一大块 如果轮黑旗走 哪怕它就 哪怕它就 就这么补一个 这都没旗了的话 显然这地方 价值比左边大 所以白旗先在右下角动手 再一飞 那么 好 右下角被破了 黑旗当然要活这块 活掉 白的挂脚 转到上边 转到上边 这个白旗上边 潜力 也是挺可观的 这黑旗如果搬这个呢 搬这个倒是缺时也蛮大 不过 白的可能这样简单定型 然后再 不管拆一也好 拆二也好 拆出去 这样的话 这整个 整个感觉 黑旗就没有什么地方 能为 能为大空 没有什么可以为大空的地方 而黑旗实在呢 是从边上来 点在这 白的冲 黑的提 白旗补住 这时候补一个还是挺大 否则被黑旗走过来 白旗这块要死了 补一个 拐 好 黑旗这先 先手便宜两下之后 再搬这个 这样就阻止了白旗往那边出头的速度 现在如果接这个的话 被白旗立 这个木树还是相当大的 将来一大飞 这个木树相差很大 搬这个本身确实很想抢 但是呢 这先点两下 明显是先手便宜了 白旗 吃掉作眼 那这样黑旗多了这两颗子的话 在这边围空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黑旗怎么围 如果这样下显然就太平淡太平庸 这脚白旗可以飞可以点 黑旗呢 二路飞 把脚地牢牢的先守住 白旗一挡 因为白旗这块也不行 这挡也很大 然后黑旗再 尖 可以说自己先扩张 同时呢又限制白旗 下一步黑的如果飞过来的话 白旗就被压扁了 白旗飞 白的也围起来 一人围一块 那么黑旗再贴 把脚守住 之后呢贴 这还有虎段的味道 白的非常非常稳的 长了一步 否则的话 这个虎段确实也是个问题 一起把这个扇子连上 提一下 小尖 小尖呢 把这块连回去 如果你走在这的话 这旗形不太好 被穿还有 形状还有问题 黑的先这一带围 瞄着穿 尖在这 这个旗形把握的就比较好 黑的再一虎 好 黑的这块也围的不小 虎了之后呢 黑的这个地方 这地方如果被黑旗断打 或者黑旗 什么 点这个也许更好一些 这被黑旗 一点进来 虽然白的不会死 但是呢 也很惨 如果你就这样 拐的话被吃掉 这白的麻烦了 如果你就这么活 这活得也太惨了 被黑旗先手搜刮的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力还是很大的 力一个 黑旗围 黑旗围住 白旗那一提截 好 这个地方 黑的问题 还没有彻底解决 这两个眼只能做上一个 所以这块实际上还没活呢 我们看黑旗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黑旗先截 把白旗的气撞紧 你不破眼呢 这个截就没有意义了 白旗当然破眼 看上去情况也很危急 打截杀黑旗 打截杀黑旗 踢 挤一个找截材 这个必须硬 踢回来 靠 好 白旗自身的旗形也存在一定的弱点 黑旗靠这个 靠这个确实是锐利的手劲 白的 白的呢 只有冲 如果想从 这儿连落也是连不上的 这气都是紧住的 这被黑旗一扑 如果你提 没有气了 白旗的气也很紧 所以白旗也只能冲 冲是必然 黑的一断 好 这时候白旗如果虎吃 那么黑旗挖吃 提当然不行了 被吃掉无子 如果你走这个 黑的一提 连回也不行 被断了 打吃的话 黑的就站上 两头 必然被断一头 所以这一挖吃很厉害 挖吃等于也是一个结 但是这个结就不是黑旗 打完了单关连回的结 而是打赢了就把白旗吃光的结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白旗被卷进来 那么所以白旗不能虎吃这个 是顶吃 顶吃在这 那么黑旗这一挖打 这一挖打 白的 白的如果提的话 白旗如果提 那么黑旗接上 白旗顶可以做活 黑旗断 局部白旗是能活的 但是呢 黑的这边一打 这边一打 顺着就下去了 这个 如果被黑旗顺势下去之后 再把这个结打赢 那白旗 把白旗那块控制被破 这也不行 所以当黑旗挖打的时候 白旗必须顶打 顶住打吃 那么黑旗提 白的再拐回来 这地方 双方各种守劲 纠缠的相当厉害 这里等于留下一个段 黑的这一段的话呢 白旗这块也是打结杀 那黑旗先提 这里留着段 白的呢 断一个找结材 断一个找结材 这时候黑旗如果沾上 那白旗立下 黑的那边损失也是惨重 而如果黑的开这个结的话 白旗提 这黑旗找不到恰当的结材 暂时找不到恰当的结材 就算你连走两手 把这个 把这边又吃回来的话 那这段跟提交换 白的提掉 黑旗已经损失惨重 白的就再钻一钻 这样白的也是有收获 所以断的时候呢 黑旗是硬一手 把白的提回去 然后铺 铺紧白旗的气 这当然只能提 不过紧气的同时 黑旗自身的气也被紧住 这个地方纠缠得非常之复杂 黑旗铺一下 如果现在提这个的话 如果现在提这个呢 把白旗大致上会找个接 找个接再提回来 找个接再提回来 黑旗现在是直接就直接断上去 直接断上去这个问题 这个接纠缠得有点厉害 首先白旗肯定是不能粘 粘被一提 这接不归 找不到太合适的接菜了 所以白旗提这个 提这个 那么黑旗打赤 这时候白旗提这个黑的 如果提这个 那么白旗 有一点眼花缭乱的感觉 有一点 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 白旗一种可能性是打赤这个 打赤这个黑的 如果提这个的话 白旗再不管提也好 走这个也好 提 这黑旗没法再硬 只能接回去 那么白旗再把这个提了 白旗感觉把这里提了木树得到不少 然后这里打了一下 这里木树也都收住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把摆回实战圆图 实战圆图是这样 白的提节的时候 黑旗是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它不愿意提被白旗一手打进去 对 不愿意被白旗一手打进去 那么 白的也不能被黑旗随便打到一下 如果它打到一下 黑的打到一下再提 那这个 白的也不好办 白旗也没有特别合适 特别合适的节才再提回 那还是只能自己 只能自保 先提这个 黑旗连回之后 白旗再提这个 那这差别是显而易见 等于这样的旗行 被黑旗挤一下 你在这走一个废子 和刚才 白旗能把黑旗打回去 这个差别恐怕一下就有 白差了八九目吧 白差了八九目 所以黑的打的时候 白的当然是不肯粘 不肯粘 那么把这个提 白旗把这个提了 黑旗把外边提 形成这样一种转换 好 通过这个打击 白旗这里吃了十来目 但是呢 黑的也是 也算是应对有方 黑旗这里虽然被吃十几目 但这边把白旗提掉 也有收获 好 那么这个 双方非常刺激的结针 终于是 以这个 终于是收兵了 下面进入到关子 挖一下 尖底 刺 完了 长 黑旗要先往里近一点 如果黑旗单退的话 白旗打退线索 这避住 全都收住了 往里近一点 白的虎 这一长呢 又要打截断黑旗了 所以这一虎是线索 黑的长一下 等你粘上了 我再硬 每一步都很紧凑 下一步更紧凑 这个普通的感觉 围上面的空走在这 但是白旗 白旗围这个空的方法 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白旗挤住 手法相当的紧 走在这儿呢 黑旗这个断 就是说不管断不断吃 这木树很松的 走在这儿 黑旗断吃的时候 白旗接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全都帮紧 而如果你要是 你要是接这个的话 我再接这个 你敢往里进 我这一长 要打截断开你 黑的也不是 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往里冲进去 挤住 那么黑的既然不敢 往里冲的话 当然是断吃这个大 把一起接住 这样就最大限度的 要把上边围住 断打 弯一下 这个地方呢 顺便说一下 这个地方黑旗 当然很想先把这个 线手便宜走到 先把这个线手便宜走到呢 木树上来说总好 但是不敢走 走完被白旗这一长 你接的话 打吃 提又打结了 走这个白旗打吃 还是打结 这一气很重要 不能撞 白旗这一段开之后 黑旗连这个气都不敢撞 就等于白旗的木是到这儿了 所以刚才这一挤确实是 这一挤确实是好关子 那白旗现在还可以长 不只是自己的木 都扣得很紧 并且呢 还可以让黑旗收气 逼黑旗去收气 所以我们看到 阿尔法围棋 他有的时候收官的时候 有些招法显得非常的 显得好像很逗 很幽默搞笑 但是呢 那个基本上是在胜负一定的情况下 他这个手法揪得紧的时候 确实非常紧凑而进去 打掉了 然后补活 这个地方呢 白旗党这个是先手啊 就官子角度来讲呢 不补的话 不补当然是没活的了 不补的话 这个白旗可以 可以点这个 可以点这个 送一下 然后把上面的眼破掉 你这个爬的话 它可以加这个 所以黑旗需要补活 那么白旗替接 黑的还不肯轻易的退缩回去 这接 这接还要跟白旗争一会儿 毕竟黑旗也有不少节彩 替掉 挡住 这得站 好 好 白旗把黑的打回去了 打一下 打车 先手挡 充一下 没什么意义 哎 这这个明显是要粘的 但是在 拖一下 拖一下 团 这拖黑的就死了 所以呢 挤 这留下一个充实木棋 然后在街上 一起爬 这爬呢 比实木价值还要大一些 那么白旗走实木 先手扳 先手扳 充 嗯 这这地方 先打一下啊 就是 白的 如果是沾不到这一下的话 假设沾不到这一下 先打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刺 很好的刺 现在黑旗冲呢 白旗挤打 就是先手 好 否则被黑旗直接挤到这 直接挤到这里受关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这一气 这一气你撞了之后 这这里面 好像是 总觉得是 比较担心的 打一下就不存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至少结材上会好很多 打 架 黑旗 黑旗夹在这儿 夹在这儿呢 一路有一透点 这能把白旗给点死 所以白得 印一个 黑旗 黑旗开始 顽强的撑住 这个地方 提的话呢 提的话被白旗打吃 显然是黑旗 不乐观 不过本身提即使黑旗打吃的话 这地方价值也就是四亩 本身这一顶呢 就 就不小 白旗地 一起把这个结上 这也挺有意思 你反正 你敢进来 引诱你往里进 我再连根断 本身这个结的价值有 一二三四 也是四目多 它就让你回去 意思是说 黑旗现在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四目不是最大的 白旗比方说提结也好 或者这边也好 更大一些 黑的先沾上 白旗简单沾上 不跟黑旗就缠了 如果真要打结的话 这一张白旗这儿断力打多出 还反而多出好多结材 打吃搬也都是结材 我跟白旗现在不纠缠了 沾上 表示我已经够了 擋住 线索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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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呢 因为白旗气景 大飞是飞不进去的 各种接不归 爬一下 然后 提掉 吃掉也有四目价值 没有沾 而是 好了一下 这里呢 当然没有漆了 好 那么 挤到这儿的时候呢 黑旗就认输了 那么 这盘旗 确实战斗得非常精彩 在 在这个 左边一带 左边一带 双方 双方这个 弃子之后 这个转换之后 又互相杀出来 然后中间各种结的纠缠 右边白旗 掏空的手法 种种精彩手段 施展了各种各样的手劲 这个确实是 看起来很过瘾的一盘 一盘这个激战 好 那么这盘旗就为您讲解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